当年刘特佐出山的时候才二十几岁 为什么哪季部作为一国的总理能相信刘特佐 把老婆儿子女婿一家以身相许跟他生死相恋 创建了1MD以国家的财政跟他合作 第二个 为什么高盛华尔街好莱坞澳大利亚名模 相信了刘特佐 包括中东的几个国家被骗 第三 为什么刘特佐出事以后连美国都抓不着呢 哪季部都倒台了 用一个国家的力量马哈提尔到中国去 都遭到了拒绝遣返刘特佐 这就是为什么刘特佐在上海享受国家的被保护 对我来说 您的信息 我来说